各位聽眾 那我們現在位置所在地呢 是在花蓮縣的中葉池 那在我身後呢 這座橋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那也就是藏制橋 在我們前幾年的0206大地震 受到蠻大的毀損 那經過施工所的努力之下 終於把它搶通了 現在又恢復其日的車水馬龍的樣貌 那這座橋呢 在日本時代在1910年代 它就已經有存在了 那當初呢 它的一個形式是一個吊橋 這個鐵線吊橋的一個樣式 那當時叫做公之橋 那所謂公之橋就是說 從這花蓮市區啊 通過這個橋來到哪裡啊 來到我們美輪山上 這個中葉池 就是花蓮港神社的位置 所以叫公之橋 那一直到了戰後 一直到了大概是民國50年代 這座橋的形式 都還是一直是吊橋的樣式 那後來到了民國大概58、59年 這時候 因為這個颱風的關係啊 這個橋 上市橋 它就是受到蠻大的一個毀損 那後來經過這個省政府的一個補助 在民國59年 就是把它通車改為這什麼 是蘋果90年代 那我們花蓮市的這個車流量 也逐漸增多了 所以當時啊 我們這個花蓮縣政府呢 就在我們這比較西側的位置呢 再把它拓寬兩線道 過去以神社做一個軸線 然後一路就是貫穿到 我們現在林申路的位置 這條路呢叫做參拜道 也叫表參道 那後來呢 在我們的西側位置再拓寬 變成是我們現在看到四線道 這個設計就沒有在於這個 中列石或是神社做一個軸線 所以位置就沒有偏正 那這個也是有蠻多的鄉親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疑慮 然後哇 表示說這個就好像對這個花蓮市的這個風水之說 可能就有些不太好 那從城市的美學來講的話 也確實就是比較有點 不是那麼理想啦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說 上次橋 目前在我們花蓮市的這個交通動向來講 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位置 不管要來到七星潭的位置 或是說來到美輪的位置 這座橋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便道 過去呢這座橋的深度啊 它的水位是蠻深的啦 近幾年來這個河流的淤積啊 然後加上這個大自然的這個演變 現在的河水 慢慢的就沒有過去的那麼深 那另外呢 如果你有注意到 上次橋的兩側啊 有這個石獅子 你可以來數看看 它一共有幾隻 而且呢 它每一隻的那個造型都不一樣喔